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失忆前 爱的是汪梦的妹妹 后来我结婚 牵着我真正爱的人 汪梦却红着眼圈找我 求你了 你能不能再失忆一次 我以为我再也醒不过来了 秋天的河水已经很冷 我在岸边怎么喊汪梦上岸 她都不上来 她仿佛抱着求死的心 坚定地往河中央走 我一着急 脱了外套鞋子就跳进了水里 却忘了我水性不怎么好 我凭着一股执念游到了汪梦身边 抢拉着她往岸上游 用尽所有力气将她托举到岸上 可我想上岸时 就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力气了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而汪梦一眼都没看我 只是捡起放在岸上的手机 嘴里念叨着那个让我痛苦的名字 秦瑜 你就这么不在乎我 跳河你都不来 她丝毫没发现 我已经再往水底沉了 而我累得 连呼救都发不出声来 心里一阵刺痛 仿佛被人用刀扎了一下 扎完还不算 还要来回搅动一下 保证血肉淋漓 这三年 我把能给的都给了汪梦 就差这条命了 可秦一一回国 汪梦还是义无反顾地把我忘了 忘得那么彻底 仿佛她才是那个失忆的人 而不是我 我沉睡的那一刻 汪梦用手指点着手机 我以为她要打电话报警救我 可她却接了个电话 泪流满面 秦瑜 我只爱你一个 其他人谁都不如你 宋莲只是你不在时候的过渡 我一直在等你回来 我在沉底的时候 都想无奈地笑 傻子 她要是真的在乎你 怎么会一出国就三年 连阴性都没有一个 她只是在找借口拿捏你 而真正爱你的人 要被你做死了 我是宋家的独子 唯一的继承人 自从三年前撞到头 突然失忆以后 我就爱汪梦入骨 汪琴曾经喝醉给我打电话 问我 你中邪了吗 你要是中邪你跟我说 我找大师给你看看 而我的回应是挂掉电话 因为那天汪梦喝多了 我得去接她回来 我匆匆赶去接汪梦的时候 发现汪梦哭红了眼圈 她身边还站着一个男人 冷漠地朝我点头 然后打车走了 汪梦在车后面喊着她的名字 秦瑜 我正了正 我知道秦瑜 汪梦的白月光 朱砂痣 当初招呼都不打 就跑去了国外 而现在回来 却责怪汪梦 愿汪梦不等她 和我在一起 汪梦哭得在马路边上蹲了下来 手捂住脸 眼泪一个劲从指缝中渗出来 我从来没见汪梦这么哭过 我和汪梦吵架 汪梦都是冷笑一声 可以一天不和我说话 直到我忍不住去找她和好 我从来不知道 原来汪梦还会哭成这样 那天我把汪梦带回家 递了块热毛巾给她 让她擦脸 汪梦 你要是真喜欢秦瑜 我退出 可汪梦抽烟了半天 直到哭泪睡着都没有说话 我以为她想起来我才是她现在的正牌男友 我以为她多少对我有点不舍的 可我后来才知道 她只是哭得没听见 我终究没被淹死 汪梦总算想起还有个我 大声呼救 引来几个钓鱼大爷 把我救了上来 等我被救上来时 人昏迷不醒 送去了ICU 其实我被送去ICU的时候 还是有意识的 我只是像植物人一样 能听见动不了 我听见汪梦疯了一样 跟在我旁边 喊着我的名字 送脸 送脸你不会有事的 对不对 她哭得比任何一次都要惨 你不擅长游泳 干嘛要下水呀 为什么呀 我还听见她跟医生说 求求你们把她就行 她不能有事啊 汪梦这个样子 让我很疑惑 我当时生命力在快速流失 脑力不足 可即便这样 我也十分困惑 她不是刚还在跟秦语速中长吗 她不是已经要跟我分手 下定了决心吗 怎么突然变了个人 很快 我又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抖得不成样子 在质问汪梦 你不是说会好好珍惜送脸的吗 你就是这么珍惜的 哦 是汪晴 自从我打算跟汪梦求婚 请她帮我 她就突然拉黑了我 已经很久不出现了 可现在 她带着哭腔 跟着我的移动床跑 送脸 你给我醒过来 你三年前跟我说了半句话 我一直在等候半句 你醒过来呀 我十分疲惫 眼前越来越黑 我觉得我可能要陷入永夜了 可黑暗来临之前 我还是想了想 什么半句话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 哎 诗意确实很麻烦 我喜欢汪梦 其实原因很简单 有一天我看见汪梦穿着米色长裙 坐在汪家的院子里画画 阳光洒在她身上 清风吹拂 一片岁月静好 那个场景击中了我 我的内心告诉我 我心里爱着一个穿着米色长裙 在阳光下画画的女孩 而且爱了很久 我失忆了 但我觉得是汪梦 从那天开始 我开始跟着汪梦跑 新出的高定裙子 珍贵的高奢珠宝 不要钱一样的往汪家送 汪梦想吃炸糕 我开车到临市 排队两小时给她买最正宗的 汪梦体弱 我从网上看视频 学着煲汤熬粥 亲自调理她的身体 汪梦失眠 我带她找遍好中医去看 看到最后我都通了医里 我自问我做到了极致 可汪梦从来没有开心过 我能看出来 她对我笑得特别勉强 后来秦鱼回来了 秦鱼回来的第一晚 汪梦整整三年没着好的失眠 不要而喻 她还做梦了 不知梦到了什么 唇角慢慢扬起 笑得很开心 我看着她睡梦中的笑颜 突然很想抽烟 汪梦不喜欢烟味 我把烟戒了 那天晚上 我又很想抽烟 下楼去便利店买了一包 抽了两只才上楼 其实秦鱼回来后 汪琴曾经劝过我 她说 你多跟姐姐逛逛街 看看电影什么的 多多见面 她没明说 但我知道 她是在担心汪梦和秦鱼 就情复燃 我挺感谢她的 这姑娘在我跟汪梦表白后 就开始喝酒抽烟骑机车 别人说汪琴以前很乖 不知道为什么变了 有时候我也奇怪 就算看见汪琴喝酒抽烟 我也总觉得她很乖 是个乖女孩 现在她担心汪梦不要我 却还是顾及我的自尊心 我心里暖了一下 跟她笑了笑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可那只是在安慰汪琴 我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汪梦回家越来越晚 从每晚回来吃饭 到每晚带夜宵回家 再到凌晨 才带着一身寒气回来 她带着电脑 说汪家最近是多 她要加班 可她眼角飞扬的高兴 遮都遮不住 我加过班 加班不是一件开心的事 但我抿了抿唇 什么都没说 汪梦越来越冷漠 现在在家连十句话都没有 所以我问她 她也不会说 有时候我会很疑惑 明明我们也有过好时候 明明汪梦也在好多位夜晚 缩进我怀里 让我帮她暖冰凉的手脚 也曾经在一起看爱情电影时 泪流满面 带着鼻音说 我们一直好好的 也一起去挂过姻缘锁 上锁的时候 她也是挽着我满脸虔诚的 她到底怎么做到的 一夜之间就变了一个人呢 我不理解 我是一个有点轴的人 一旦认定一个人 是很难改的 后来汪梦不回家 也不接电话 可我还是用心经营着 只剩我一个人的家 汪琴有时候看不惯 会跟汪梦吵架 但无济于事 汪梦反而会打电话给我 宋脸 不要做让我看不起你的事 不要利用我妹妹 我一开始还辩解过 可有一次汪梦急了 喊我 你以为你做这些卑鄙的事 我就会忘了琴鱼吗 你做梦 那天初秋 一阵秋风吹过 透心凉 我僵在了原地 过了好一会儿 汪梦清了清嗓子 咳嗽一声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低头笑了 汪梦 我不是离不开你 不喜欢 就分开 只要你说 我就同意 汪梦不说话 我等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 那我来说 汪梦 我们别在一起了 我是很轴 但我不偏执 强扭的瓜也不甜 可那天 汪梦一言不发 我以为我提分手 她会开心的 可她沉默着挂了电话 过了几天 她又打来电话 喝醉了 口齿不清 让我想一想 让我想一想 行吗 我叹气 想什么呢 我要想一想 汪梦坚持到 我以为我很清楚 哪一边重要 但我现在好像看不清 我摇头 汪梦 我不想等下去了 那些哭作等待的深夜 那些一次次看着 黎明到来的孤独 我受够了 汪梦 分手吧 我淡淡地说到 为我们之间强扭的关系 画下一个句号 可汪梦还是没说话 只是沉默着挂了电话 第二天 她给我发微信 给我看她的卧室 我这几天一直在家里住的 汪晴也给她作证 我姐这几天都在家 一过十点 我就到处找她 把她拎回家 我被汪晴嘟着嘴的样子逗笑了 没必要 汪晴 但是谢谢你 我分手是肯定的了 但汪梦却不这么认为 她开始频繁对我发消息 打电话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甚至开始叫我老公 要知道 之前让她叫声老公 她会直接跟我翻脸 我一概没回 但是心里不是没有难受的 如果在一起这三年 哪怕有半年她这样对我 也许今天我都说不出这句分手 我心里总是牢牢记着 那个阳光下米色长裙少女画画的场景 那个场景总是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提醒我 那可是你深爱的人啊 像是一个咒语 一个让我明知道自己像个傻叉 却依然义无反顾的咒语 我甚至在午夜梦回 偷偷想过 如果汪梦真的能改好 该多好 可惜啊 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随着秦渝一次赌气出国 这些就全都变成了泡影 秦渝出国把汪梦吓坏了 以为这次秦渝又要一走三年 汪梦直接追了出去 却吃了个闭门羹 回国后 汪梦再也没联系我 直到有一天 她喝醉了 发了个地址给我 秦渝 我知道你回来了 你再不见我 我就跳河 我知道她发错人了 可我看见她发过来的自拍 河边阳光下 肃静的米色长裙 小鹿一样的眼神 和心里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 合在了一起 我闭了闭眼 我承认 我见 我还是爱着这个米色长裙的身影 我去了汪梦发的地址 把汪梦救了上来 自己进了 RCU 我在RCU沉睡了好多天 差不多有半个月 那半个月 我做了个梦 梦里 一个姑娘鹿一样的眼睛里 盛满了泪水 看着我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呢 我在梦里 震惊不已 我突然想起来 我心里一直爱着的那个身影 它不是汪梦 我突然想起来 我喜欢汪琴两年了 撞到头失忆那天 我本来是打算跟汪琴表白的 那天 汪琴穿着米色的长裙 在阳光下画画 白皙的皮肤 肃静的脸 一回头间 笑得如泉水般纯净 可她没等到我的表白 却等到我拉起她姐姐的手 我想起她那双小鹿一样的眼睛 看到我和汪梦时 从失望到绝望 硬生生忍着眼泪 祝福我们的样子 我的女孩 她这三年 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我闭上眼睛 有泪从眼角划过 护士看到我流泪 惊喜地叫医生 医生 病人醒过来了 是的 我醒过来了 真正的我醒来了 我醒过来后 被转到VIP病房 出ICU的门时 我看见了汪梦 她头发随便扎起 裙子上全是褶皱 双眼红的吓人 脸白得像墙壁一样 一看就知道 好几天没有睡觉了 看见我出来 她晃了晃身子 走上前来 为雨泪先流 送脸 你吓死我了 护士在旁边羡慕地说 你们感情一定很好 这位小姐姐不眠不休 在ICU做了快三天了 如果是我以前 我可能会感动到不行 可现在我的视线 却不再集中在汪梦身上 我看下她的身后 身后的汪琴一样的狼狈憔悴 一样的红着双眼 看得我流泪 你下次别做危险的事了 她吸了吸鼻子 你要是有什么事 我 话说到一半 她戛然而止 低下了头 汪梦跟护士一起送我去 VIP病房 汪梦让汪琴在门口等着 她进来忙前忙后 帮我买水办饭卡 可我止住了她的忙碌 汪梦 能不能叫汪琴进来一下 汪梦愣了一下 懵懂得叫汪琴进了病房 我看着汪琴 这三年 她变了 其间长发剪成了 直到下巴的齐刘海短发 长裙变成皮夹克牛仔裤 可那双眼睛却没法变 依然像只小鹿一样 眨巴眨巴地看着我 满脸的泪 在阳光下晶莹闪烁 我闭了闭眼 抑制住心里的难过 招手让汪琴离近点 近到我可以看清她洁白无瑕的皮肤时 我才颤抖着声音 压住哽咽的冲动 晴晴 对不起 晴晴 我想起来了 汪琴正了正 下一秒 她捂着嘴哭出声来 哭声压抑 却压不住深深的委屈 细碎而痛苦 像是受了伤的小兽 我也湿润了眼角 明明说好 要给她最大的幸福的 可我却让她看着我和别人好了三年 汪梦一直不怎么了解自己妹妹的生活 这些年 她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秦鱼身上了 所以 她压根就不知道 我和汪琴在几年前就互生好感 更不知道 我曾经打算向汪琴表白 她愣愣地看着我向汪琴道歉 看着汪琴哭成个泪人 又愣愣地听我三言两语的解释 脸越来越白 呼吸也不稳 等我说完 她身子晃了晃 鼻头和眼睛都红了 她颤抖着问我 所以 你跟我这三年 只是一个记错人的乌龙 我沉默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你要这么说 是的 汪梦身子又晃了晃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汪琴 眼泪大滴大滴地掉了下来 她咬牙 送脸 你混蛋 她哭的嘴唇都在哆嗦 你怎么能 在我刚想清楚自己的心意时 告诉我你这三年只是记错了人 我没说话 我甚至有点 接受不了汪梦这样子 她明明已经不爱我了 何必呢 汪琴朝我摇摇头 送脸 已经三年过去了 你和姐姐 怎么都有感情了 我不想伤害姐姐 可我没顾得上回答她 因为我在疑惑 我问汪梦 我把你就上来 自己沉下去时 你还在跟秦宇打电话 我快沉底的时候 你在跟秦宇说你非她不可 我对汪梦已经没有任何生气 失望 我只是迷惑 汪梦 你中邪了吗 明明一眼睁睁看着我溺水 怎么突然又对我这么深情 我嗝了个背 你别这样 我不习惯 汪梦脸越来越白 看着我说不出话来 她似乎想解释什么 可什么都没解释出来 毕竟 这都是她做过的事 不是吗 汪琴听我说完就哭了 她跑到我跟前 挡住了汪梦的视线 姐姐 我本来不想说什么的 可是你对送脸 实在太过分了 她哭得稀里哗啦的 你怎么能在她拿命救你后 还要往她心上捅刀啊 你知不知道 你小时候 她就就过你一次了 汪梦挣住了 我也挣住了 我甚至不知道 汪琴说的是什么事 可是汪琴擦了把眼泪 纷纷地说 小时候咱俩被人贩子盯上 拐走 送脸那时候来找我们玩 不顾危险一路尾随 在闹市区大喊人贩子 汪琴抓着我的手 因为这个 她还被人贩子砍了一刀 手上还留了霸 你怎么忘得一干二净不说 还恩将仇报啊 汪琴哭得上气 不接下气 而我则躺在床上想了好久 才想起这件事 因为那次受伤太疼了 大脑似乎自动屏蔽了这件事 没有人提 我还真想不起来 汪梦也想起来了 她的脸又白了白 送脸 我 我忘了 她身子靠着墙 声音里带着绝望 我怎么给忘了呀 汪琴弯下腰 轻轻抱住了我 你忘了没关系 我记着就行 我很快出了院 我和汪琴浪费了整整三年 我现在一秒都不想再浪费 我打算带汪琴去见双方父母 先去的是汪家 汪家爸妈看见我就乐得合不拢嘴 都是在一个生意圈子 之根之底 他们乐见我和汪琴在一起 只是那天汪梦也在 全程汪梦都低着头 一句话都不说 她就一直低着头 听着汪家爸妈 夸我和汪琴一看就相合 跟我们商量以后结婚的事宜 直到我要走的时候 汪梦才起身 要替爸妈送我 她把我一路送到门口 走出汪家的雕花铁门 夜晚昏黄的灯 打在汪梦苍白的脸上 我这才知道 她为什么一直不抬头 她的眼睛不知哭了多少回 红肿的不像话 即便我恢复了记忆 想起了爱人是谁 我还是看着那双眼睛 沉默了 整整三年 汪梦没有一次哭成这样过 即便是秦于不告而别 她也没有 汪梦吸了吸鼻子 鼻头红红的 一双神思汪琴的眼睛 带着一层水雾问我 宋莲 我和你三年了 都没有见过一次父母 泪花安安静静 砸在她白皙的脚背上 可跟汪琴才几天 你就来了 我叹了口气 心里不是不难受的 那时候的我 是多么卑微地求着汪梦 想跟她回家 正式拜见父母 想跟她过了名路 从此有个身份 可汪梦总是笑着吻我一下 岔开话题 一字不提 整整三年 除了我和她 秦于和汪琴 没有任何人知道 我们在一起过 多么可笑 三年的感情 知情者只有四个人 而当初汪梦喜欢 秦于这件事 却闹得沸沸扬扬 尽人皆知 到现在 汪家爸妈 甚至连我家爸妈都知道 汪梦喜欢一个小伙子 喜欢好多年了 我又叹了口气 汪梦 整整三年 你都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 你忘了吗 不想见父母的 从来都不是我呀 汪梦震住了 眼泪如断线珠子一样 往下落 以前我看到她这样子 再生气 也会说服自己 她是我的女人 我要疼惜她 再生气 我都会把她抱在怀里哄 可今天 我看着汪家亮起的灯光 里面有一盏是汪琴的 心里暖暖的 我跟汪梦挥了挥手 快点回去吧 天冷 别感冒 转身的一瞬间 汪梦叫我 送脸 声音凄处绝望 又委屈 我想你 送脸 我没说话 大步离开 我和汪琴 很快就订婚了 浪费了三年时间 我一分钟都不想再耽搁 订婚宴上 汪琴重新穿上了长裙 头发柔顺地披在肩头 看着我笑弯了眼 满眼都是我 来参加订婚宴的 都是亲近的家人朋友 人不多 都在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只是汪梦喝得有点多 一杯接一杯 很快就喝醉了 订婚宴结束 汪琴开车送双方爸妈回家 我则送喝醉的朋友们 把所有人都送回家的时候 汪梦还在喝 我不知道他喝了到底有多少 只是我记得 秦渝回国又再次出国那次 他也喝了很多 他喝到半夜 回到卧室 从我身后抱着我 对我轻声说了句对不起 第二天 他就追着秦渝出国了 而这次 他嘴里念叨的 不再是秦渝 却是我的名字 看见我向他走来 汪梦摇摇晃晃站起身 送脸 你是来找我的吗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 像急了我跟他表白那天 仿佛跳跃着闪烁的星星 只是那星星 从未为我而亮过 汪梦跌跌撞撞 朝我走来 高跟鞋在地上踩不稳 一下倒在地上 膝盖重重碰在坚硬的地板上 咚的一声 汪梦愣了一下 眼里凝出一层水雾 他朝我伸手 委屈地向着孩子 送脸 我疼 以前他别说摔跤 就是磕碰在哪里 都会像孩子一样 凑到我身边 送脸送脸 我疼我疼 快给我吹吹 而他在秦渝那里 却遍体鳞伤 都不吭一声 现在他朝我伸手 送脸 我疼 眼泪从他眼角滑落下来 送脸 你管管我 求你了 管管我呀 我看着他 小声细碎的哭泣 像被人抛弃一样 可我只是后退一步 叫了个女服务员 麻烦把这个女士扶起来 扶到门口 我叫了车上 然后转身出门 叮嘱网约车师傅 安全送他到家 并记下车牌号码 这么周全 不是为了汪梦 只是为了汪琴 上车时 汪梦哭了 他坐在车里 放下车窗 看着我直直心口 送脸 我这里疼 疼了好几天了 吃什么药都好不了 送脸 怎么办啊 我在他眼里 看见深深的绝望 怎么才能不疼啊 送脸 我摇摇头 要不去好一点的医院看看吧 我不是医生 但我也曾一夜一夜 看着空荡荡的床 心口疼得直不起腰来 即使现在有了汪琴 回想起那段日子 我依然难过 我曾经那样付出过真心 却一无所获 所以汪梦 你疼一疼 活该 辜负真心 怎么会没有报应 和汪琴订婚后 我开始恢复以前的工作节奏 我以前是工作狂 可跟汪梦在一起这三年 我整个人像是被衣埋笼罩一样 患得患失 郁郁寡欢 再也找不到以前的工作状态 现在汪琴情绪稳定 也是一个爱事业的人 跟他在一起 我心是安定的 可以腾出手 为我们的以后打拼 可我没想到 汪梦能追到我公司来 甚至通过了面试 到我公司上班 而且是H2历见的人才 我知道汪梦是名校出身 人又聪明 正经要做事 很有竞争力 可我不知道他放着汪家不去 大费周折来我这里干什么 我无奈 让他来我办公室面谈 汪梦穿着一身以前 从不曾穿过的套装 很是正式 头发扎起 站在我面前 我是通过面试正式进来的 你不能赶我走 他比以前瘦了 更苍白了 似乎风一吹就会倒 可他的眼中 却含着一种偏执 送脸 求你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他眼泪落下来 我从来没求过人 我也从来对我妹妹疼爱有加 可我真的 不能放开你呀 汪梦掩面而泣 肩膀一直在颤抖 我怎么能硬生生把你逼走呢 我怎么能现在才发现 我爱的是你呢 我一手符合 然后是已经没有感情 可还是心酸 为我当初经历的一切而心酸 我清了清嗓子 汪梦 我们没有可能了 我站起来 递给他纸巾 这辈子都没有了 别做无用功 好吗 你是汪晴的姐姐 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 给彼此留点体面 汪梦身子晃了晃 他不可置信地抬头 红着眼睛看着我 宋莲 你说我不体面 我摇摇头 汪梦眼泪不断往下掉 他时不时抬手擦掉 可是宋莲 你就没有错吗 你对我没有一点利用吗 你想不起来你爱谁 你就利用我来填补你的空白 他倔强地看着我 你敢说 不是吗 我垂眸 看着我递纸巾的手 这双手 一次次拍着 哄着汪梦入睡 一次次在汪梦喝醉时 给他递水 递解酒药 一次次在寒冷的冬夜 在夏日的午后 在汪梦想起情欲那些低落的时刻 把他紧紧搂在怀里 我深吸了口气 抬眸 看向汪梦 汪梦 你拍着良心说 我真的 利用过你吗 我那些真心 那些情谊 你真的都忘了吗 是你在我快淹死的时候 还跟情欲亲亲我我的呀 是你在我爱你入骨的时候 去接了一个电话 就扔下我 追着情欲走了呀 是你在我把你当宝一样珍惜的时候 把我当垃圾扔了 我又深吸了口气 汪梦 糟蹋真心 是会孤独一生的 汪梦不哭了 他白着一张脸 看着我张了张嘴 最后颤声问 我弥补 我弥补 你还不行吗 我打开办公室的门 不用了 汪梦 我们结束了 你要明白 结束是什么意思 汪梦一步一停 走向门口 走出门口时 他转过头 擦了把泪 情欲给我打电话了 说他又要出国 可这次我没求他 我只是让他要走快走 他笑中带泪 你看 我也可以离开他的 我其实知道的是你陪了我三年 不是他 我闭了闭眼 打断了他 汪梦 我对你的那颗真心 已经死了 淹死在那条河里了 我朝他笑了笑 是你亲自动的手 你忘了吗 汪梦正了正 痴痴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 他捂住嘴 哭着转身跑了 后来汪梦再也没出现过 直到我和汪晴结婚前夜 他喝得醉醺醺的 暗响了我家门铃 我出门时 他突然扑进我的怀里 紧紧抓住我的衣服 我吓了一跳 缓过神来 把他强行推开 汪梦朝我笑 宋恋 你说我现在拿东西砸你 你还会再失忆吗 我警惕地往后退了一步 汪梦笑得更畅快 放心 再怎么 我也是汪晴的姐姐 不会搞乱她的婚礼 她遗憾地看着我 看着看着 眼圈又红了 宋恋 你还能再失忆一次吗 求你了 她闭上了眼 不让眼泪掉下来 宋恋 我难受 我真的难受 求你了 两滴眼泪掉了出来 落在地上 汪梦哽咽 明天婚礼一举行 就什么都不能挽回了 我再也不能靠在你怀里了 是吗 我点了点头 是 汪梦又睁开眼 仔仔细细看了看我 朝我笑了笑 送脸啊 我怎么就这么忘不掉你啊 她朝我挥了挥手 再见了 送脸 走了几步 她又停住身形 背对着我 笑着说 以前你让我叫你老公 我总是不想叫 送脸 我最后一次 叫你一声老公吧 行吗 说完 她回过头 笑着叫了一声老公 月光下 她的眼泪清晰可见 我看着她的背影 眼角不觉湿了 可我知道 那不是我在苦 是我死去的 真心在苦 是她在那条河底 冰冷的水里哭泣 哭泣她活着时 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珍惜 却在她死后 姗姗来迟 我和汪晴结婚那天 婚礼盛大华美 汪晴那天 穿着白色的鱼尾婚纱 美得不像话 我在台上 听着四一诉说我们的故事 看着大屏幕上 我们欢快的笑容 不禁万分感激 感激上舱 最终还是让我醒了过来 让我最终找到了 真正爱的人 汪晴拉着我的手 眼睛通红 哭得像只小兔子 我把她搂在怀里安抚 眼角余光 却不经意地撇到台下 台下 汪梦就坐在主桌 一洗米色长裙 长发披在肩头 嘴角露出灿烂的笑 可眼中一串串眼泪 就那么悄无声息地砸下来 有人问她怎么了 哭得那么厉害 汪梦擦擦眼泪 笑着叹我 没什么 我就是羡慕我妹妹 有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白居过细 光阴如梭 我和汪晴不知不觉 已经携手走过了12年 我们事业稳定 也有了一儿一女 生活平静幸福 而汪梦在我结婚后的第二天 就出国了 一走就是十几年 每次回来都是来去匆匆 不知不觉 我已经十多年没见过她了 直到今年 汪晴做了个小手术 汪梦回国探望 我们在汪晴的病房见了面 她还是很瘦 很白 穿着米色的长裙 安安静静地跟我打招呼 好久不见 我跟她开玩笑 你是真的好爱米色长裙啊 买了多少条啊 汪梦张了张嘴 像是想说什么 可最终垂下眼眸 什么都没说 只是苦笑了下 她拿出一个小礼盒来 我在意大利有个工作室 亲手雕的 我打开一看 是一对小人 男的像我 女的像汪晴 安安静静地靠在一起 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 汪梦清了清嗓子 雕的时候手头没你们的相片 只能靠记忆来 不知你们喜不喜欢 我和汪晴频频点头 很喜欢 很传神 汪梦笑了 喜欢就好 她走到汪晴身边 摸了摸汪晴的头发 就当是我的祝福 祝你们 白头到老 恩爱如初 顿了顿 她又低头加了一句 懂得珍惜 汪晴笑眯眯地点头 我边收礼物 边论汪梦 听说你一直单着 怎么没找个伴啊 汪梦抬眼看了我一眼 又一开视线 看向窗外的阳光白云 过了一会儿 她淡淡地笑 不找了 一个人也挺好的 她自嘲地笑 我要求高 老想找个能为我不要命的 可是后来 就碰不到了 汪晴劝慰了她几句 便困乏了 汪梦起身告辞 我去送她 走出医院大楼 走到楼前草坪的时候 天空万里无云 阳光照着汪梦的米色长裙 一阵微风吹拂过她的长发 一瞬间 我仿佛看到了十几年前 那个画画的女孩 只是那个少女 现在笑得从容宽和 好了 别送了 回去吧 我点点头 转身离开 可就在我转身那一瞬 听见身后失落的声音 我好想你呀 声音轻得像是自言自语 这个世界怎么就不能时光倒流呢 我顿了顿脚步 终究还是没有回头 前方有我的老婆儿女 而后方只有一个孤独的人 在缅怀一颗死去的真心 真心不能复活 感情也不能回头 我们终究只能往前走 接受感情里的一切报应 我迎着阳光 大步走向前方 走到我爱的女人身边 此生再也没有回头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